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意害 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 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陶宛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 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采取切实措施 消除恶劣影响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 台独是死路一条 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 绝对不会得逞 人口不足300万的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 不仅自己上窜下跳的挑衅中国 今日甚至还窜度起其他国家 希望他国也看到立陶宛的例子 支持台湾不用害怕 立陶宛副外长阿多梅纳斯接受专访时 不仅妄称大陆正在霸凌其他国家 还扬言希望其他国家可以从立陶宛的例子中看到 支持台湾不用害怕 就算支持台湾 也能活得好好的 采访中 阿多梅纳斯再次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 吹嘘台湾是所谓自由民主灯塔 还称立陶宛将在国际义务范围内 运用一切方法帮助台湾 让台湾成为国既组织成员或者观察员 阿多梅纳斯再次提到将在台湾设立的代表处 称这一代表处具有重要意义 不排除派遣副部级官员 不仅如此 他还将大陆网称为看不见的恐惧枷锁 十分期待规模比立陶宛大的多个国家能挣脱枷锁 还称希望其他国家看见立陶宛以身作则 展现何为所谓的自由独立 阿多梅纳斯扬言 立陶宛不会因为支持台湾 而沦为国际社会边缘人 来自大陆的抗议当然少不了 但立陶宛人已经习惯高压了 不会屈服 立陶宛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1990年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自去年12月立陶宛新执政联盟上任后 立陶宛就在频频跳至反华一线 立陶宛政府又是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跨区域合作机制时期加益 之后又就新疆问题举行听证会 向台湾捐赠疫苗 还宣布计划年底前在台北设代表处 预计很快将向逃离香港人士提供人道主义签证等 7月20日 台民进党当局宣布将在立陶宛设代表处 这是欧洲国家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为此还发帖吹嘘说 这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台当局宣布将在立陶宛设代表处后 美国在台协会随即发布声明表示支持 声称所有国家都应享有与台湾缔结更紧密关系 及拓展合作的自由 我认为 这背后可能有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 俄罗斯真理报发表文章称 加上欧盟的补贴 立陶宛整个经济量大 约只有上海市的四分之一 如果不考虑欧盟的补贴 就只有上海的六分之一 立陶宛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价值小得可怜的国家 而立陶宛实施的对抗俄罗斯 中国的外交政策 与其经济 人口 军事能力很不相符 这种行为看起来十分愚蠢 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立陶宛给人的感觉是 他似乎被美国当成了小白鼠 为美国打击全球竞争对手服务 自拜登上台以来 就为拉拢盟友组建抗中联盟 而四处奔走 从知其峰会 北约峰会 到西太平洋的各种军事演习 该说的都说了 该做的都做了 可是欧洲政坛的老油条们 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好像做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做 进一步 退一步 原必打转虚与为疑 但是美国也不是什么收获都没有 至少还是有一个欧洲国家特别卖力 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最近挑衅中国做得非常出格 甚至到了跟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的程度 国内高官还不断叫嚣 中国拿立陶宛没办法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前些日子美国政府在官方层面 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足以证明他们深知这个问题的敏感性 立陶宛当局肯定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们还是挑衅了 证明他们已经有心理准备 立陶宛此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将会导致中国和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 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且立陶宛敢于这么做 美国一定是幕后主使 通过煽动小国来操弄台海问题 将立陶宛这种跟中国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国家 推动抗中第一线 既可以维系台海局势的紧张 又可以利用领投羊效应 鼓励欧洲国家跟中国对立 而他自己却可以置身事外 这个小散盘确实很溜 立陶宛在美国的连红带拉之下 举起了抗中大旗冲上了第一线 然后一转身 后面一个人影都没有 实际上立陶宛现在的处境相当尴尬 他顺应拜登的宣言做出了表率 但是没有人将他当回事 相反还在找机会排挤他 眼下白俄罗斯正在死命的将难民塞给立陶宛 立陶宛想把难民挡回去 这件事上欧盟指责白俄罗斯很正常 反正两方是相互看不顺眼 但是欧盟国家也在指责立陶宛政治不正确 这其实是暴露出老欧洲们对立陶宛的不满 这种情绪来源于立陶宛对美国的孝顺 老欧洲没有自己的学匠 虽然他们愿意跟美国展示亲密关系和相同价值观 但是很忌讳被说成美国的狗子 然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 就是甘心做美国的狗子 通过绑架欧盟的对外政策来讨好美国 争取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 在响应美国号召举起抗中大旗这件事上 立陶宛得不到支持的原因 其他国家大概是这样的心态 立陶宛做了英雄 其他人就是狗熊 这种局面让很多人着急 不仅是华盛顿 还有欧洲一些保守派人士 英国《泰晤士报》日前刊登评论文章 先是赞扬了立陶宛的勇敢 然后批评了欧盟国家的怯懦 随后呼吁欧洲国家以立陶宛为榜样 不惧怕挑战中国和俄罗斯 其实我们应该称赞的是这篇文章作者的勇气 作为《泰晤士报》的资深专栏作家 自甘堕落化身水军 欧盟国家不愿意追随立陶宛 从本质上说是不愿意追随美国 因为谁都知道美国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前结束访美 在计决会上 拜登大谈抗中 默克尔就当面谈论与中国的合作 就是不跟美国的腔调走 这已经如实反映了老欧洲们的真实态度 如果立陶宛继续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挑衅中国 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断交的结果 美国原本想把立陶宛包装成领头羊 结果变成了送一只鸡给中国杀给侯看 即使会是谁陪了夫人又折兵呢 有关立陶宛将在台湾设立的代表处的事情 外交部和国台办先后作出回应 表示反对建交国与台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包括呼舍所谓代表处 敦促立陶宛恪首与华建立外交关系时的承诺 以及一中原则 不要向台独分子释放错误信号 同时警告台委当局 一切妄图谋独的阴谋都不会得逞 只会是死路一条 从新闻内容来看 立陶宛可谓比美国还嚣张 欧洲其他国家都不敢干的事 他们居然敢干 真怀疑是不是吃得雄心抱子胆 要知道立陶宛人口还不到300万 也就中国一个普通地级式的规模 更可笑的是立陶宛正 否还扣出狂言 声称不怕我们报复 两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层级的对手 如此自不量力不过是徒增笑料罢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